前天是蜡月28 儿子早就提醒了我和老伴 今年我们家早点吃团年饭 不然就耽误他拍儿媳妇回娘家过年了 所以我只得通知女儿和女婿 约定好今年蜡月28 大家都回乡下过年 然后他们也好回自己家里过年 女儿 女婿和我们老两口一样 总是会无条件地配合他们弟弟的要求 所以说在一般的家庭 长女都会格外懂事一点吧 我叫范明慧 今年62岁 是一个普通的乡下女人 我以前买了一份农村保险 现在每个月可以领700多块钱的退休金 我丈夫以前在县里的咕噜厂上班 现在他已经退休 每个月有3400元的退休工资 我们老两口有一个女儿 一个儿子 所谓儿女双全 现在他们又都已经成家 我和老拜议觉得挺新美的 女儿高中毕业后 就在我们县城工业区的服装厂流水线做管理 女婿也是服装厂里的才工 他们两口子都是吃苦耐劳的性格 舍得吃苦 所以他们虽然是农村户口 却通过努力在县城里全款买下了一套商品房 和一辆小车 也算笔上不足 笔下有余 但我这个儿子 性格却有些懒散 喜欢玩游戏 小时候老往往巴里跑 后来有手机了 就在手机上玩游戏 学习成绩一直中等偏下 儿子初中毕业后 没有考上高中 我和老伴只得花钱让他去读了一个技校 我们心想 儿子掌握了一门手艺 今后也能自力更生 养家糊口 少让我们老两口操点心吧 但他在技校只读了一年半的书 就被分去了广州的电子厂上班 这儿子啊 还是被我们宠坏了 在电子厂里只上两年的班 就嫌弃电子厂天天流水线 两班倒 不分昼夜地上班 工作枯燥无味 就又跑回了家里 我和老伴很发愁 我们老一辈没什么门话 还能种点地 解决温饱问题 可他们年轻人又不会种地 又嫌弃工厂干活辛苦 今后又靠什么本事成家立业 养育儿女呢 儿子在家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他虽然没再去厂里打工 但好歹去了驾校 再学习开车 儿子说 爸 妈 我已经拿了驾照 我喜欢开车 以后我就专门去开车跑出租 我就和丈夫商量 虽然我们还是担心 天天跑车有安全隐患 但想到这是儿子的选择 如果强迫他干不喜欢的工作 恐怕也不能持久 所以 儿子拿到驾照后 晃悠了一段时间 就去了出租收公司 和别人一起租车换班开 后来 市面上出现了网约车 儿子背想自己拥有一辆车 这样不用和别人合租 也能更自由一点 但是他平时用钱不知道节约 虽然开了几年的出租车 却并没有存下什么钱 所以 他就天天回家 来求我和老伴 让我们借钱给他买车 我们降不过他 你只好用我们劳两口 辛苦攒下的13万元 给他买了一辆北京现代 儿子虽然说是借钱 但买了车后 他也早就忘了承诺 总是挣多少钱 就花多少钱 特别是后来 他又谈了对象 更是花钱如流水 哪里想到 还要还父母的买车钱呢 儿子的对象 是他读初中时的一个女同学 叫小娟 因为儿子样貌长得还行 1米78的身高 他又喜欢追时髦 买新衣 打扮得花里胡哨 嘴巴也挺会招呼人的 儿子和他的初中同学 聊QQ时 在网上就和小娟聊上了 他们一来二去 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小娟也被儿子 领进了我们的家门 儿子还大言不惭地对我说 妈 我有能耐吧 不要你和我爸操心 也不用你们再花一分钱 我就给你们把媳妇带回家了 顶你们省去了多少麻烦 可世界哪有那么容易的呀 儿子真要办婚事的时候 小娟就吵着我们家里 说要在县城里 给他们买一套婚房才结婚 那时候老伴的工资不高 而且我们在乡下 也才建了房没两年 一下要拿出几十万在城里买房 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儿子就要求我们说 爸 妈 你们就帮我出房子的首付款吧 以后我跑车挣的钱 再来付每个月的安接款 我叹气道 你把我们的家底都拿去 也凑不出二十万呀 还有你们举行婚礼的费用 你这不是要把爸妈 逼上梁山吗 儿子苦的脸说 可是 小娟已经怀孕了 这个婚不结 也值得结了 不然 她说就去医院留到孩子 事已至此 我们家如果不满足主儿媳的要求 可真是骑虎难下呀 于是我和老伴值得想办法 取出家里仅有的积蓄 又到亲戚朋友处 借了八万块钱 才给儿子在县城里 按揭下一套 108平米的商品房 这套房子 写了儿子和小娟两门人的名字 所以 儿媳家才没有要多少彩礼 因为儿媳的肚子有些大了 给他们办婚礼 我们家就只是在村子里请了客 亲戚朋友和周围四邻都前来道贺 也算是有了喜庆的意思 儿子和儿媳结婚后 在乡下又住了一段时间 直到小娟生下孩子 孙子满了一岁 儿媳可以自己照看孩子了 他们才搬到城里的新房住 我以为 儿媳会把孩子放给乡下 让我帮得带 这样 她也好去上班 分担他们小家庭的负担 大儿媳说 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总是丢不了土气 我决定自己亲自带孩子 像城里人一样 他让孩子长大 好吧 儿媳要自己带孩子 这也少了我的负担 我倒是落得轻松一点 自己在乡下重重地 和老伴将家里的负债还完 也就没我们多少事了吧 只是这样 压在儿子身上的担子 就有些重了 不过这样也好 有了房贷压力 和养家的责任 他也就变得稳重了许多 每天都必须出门跑车了 只是这样 儿子和儿媳就很少回来了 虽然县城里我们乡下 只有十多里路 儿子一踩油门 不到半个小时就可以到家 他却经常过门而不入 有时候我打电话给儿子 他也总是说 妈 我很忙 一直在外面等顾客呢 哪里有时间回来 我和老伴想看孙子的时候 或者家里挖了红薯 土豆和花生等 我也只能和老伴 骑着电三轮车 亲自送到县城儿子的家里去 孙子读幼儿园后 儿子儿媳就更难得回家了 除了过年过节 他们几乎都忘记了 自己乡下还有父母吧 不过 我和老伴想到 儿子要挣钱养家 的确忙忙碌碌的 所以 也就没有在他们面前抱怨什么 幸好我们还有一个女儿 女儿和女婿 虽然工作也很忙 一个月只有一两天假 但他们只要一放假 一般都会买上菜啊 肉啊 或者给我和老伴买上新衣服 带着外孙女回来看我们 前几年过春节 我每次都遭到打招呼 让儿子和儿媳一家 在年三十一定要回家过年 这也是农村人的老规矩了吧 儿子却对我说 小娟家里每年都是年三十聚会 岳父岳母也让我们要回去过年 妈 我们乡家人讲读啥呀 随便什么时候 大家聚在一起吃顿饭就行了 但麻非要都挤在三十过年呢 没办法呀 儿子结婚后 就一切以她的丈母娘家里为重了 我们家本来每一年都是年三十中午过年 后来也都只能改在三十晚上了 女儿女婿家里一般都是约在那一二十九过年 以前的风俗说女儿不能回娘家过年 但现在大家的思想都开放了 所以我也让女儿 女婿都回家聚一聚 过年了 家家户户越热闹越好啊 其实让女儿 女婿回来过年 我一直觉得挺坑他们的 因为这些年来 我和老伴上街才买不方便 就让女儿顺度买回来 我再付钱给她 但女儿每一次又将钱塞还给了我们 而且 他们一家人回来过年 他们的小车尾箱总是装得满满当当的 不仅有各种生鲜肉食 还装满了零食水果 以及送给我们老两口的营养品 女婿式的能干人 喜好做美食 每次家里有客人 都是她来炒菜做饭 所以我们家的年夜饭 一般也是她在厨房里唱主角 女儿女婿上午就会买好过年的食材来我们家 然后就开始忙得炸酥肉 做蒸菜 忙得不易悦乎 去年过年的时候 到下午三点过的时候 儿子儿媳都还没有回来 我值得打电话催促儿子 儿子却说还在她岳父岳母家过年 刚下桌子 还要帮她洗碗收拾 到五点过的时候 儿子才开着车 带着她妻子和儿子回乡下来 他们进门的时候 个个都像是少爷公主 而媳连她背的小皮包 都让她老公提着 三口之家回来 就是连一个水果糖都没有买 我也不敢祈求 儿子儿媳还能对我们老两口有什么表示 只要他们砍回家来过年 全家人一年到头聚一聚 就算是孝顺的吧 女儿女婿忙着把年夜饭端出来 儿子一家人就只管上桌吃饭了 大家有说有效在一起吃饭 不过二十多分钟 儿媳就已经放下了筷子 这时天色已经渐满 到处鞭炮声不断 除夕夜正是亲能团聚的时刻 而媳妇开口对我和老伴说 爸 妈 天满了 我那也该带着孩子回城了 我本来想留他们再些些 又想到孙的还小 太晚了他们开车回去不安全 只好顶点头 说 但你们改天回家这早点 也能督作作 女儿女婿早上到家的时候 就给我和老伴 封了一个一千块钱的红包 说是一年到头 给我们红包 大家都沾沾喜气 我想到女儿女婿还送了 那么多的礼物 他们挣钱也不容易 就决定 趁给外孙女红包的时候 把这一千块钱还给他们 虽然儿子和儿媳没有什么表示 但累了对孩子们公平 我就封了两个一千块钱的红包 在儿媳他们告辞的时候 给了外孙女和孙子 一人一个大红包 自然 儿子 儿媳和孙子 都是心满意足地离开 只要孩子们都开胎心心的 我和老伴也就高兴了吧 只是今年夏天的时候 老伴生的一场病 却让我对儿子和儿媳 越来越失望 老伴在上半年的时候 有一天突然腰部疼痛男人 我急忙打电话给儿子 让他开车来接他父亲 去医院检查病症 当儿子给我回电话时说 妈 我还在市里 不能马上赶回来 也让姐夫来接爸去医院吧 我只好给女儿打电话 他们两口子就连忙请了假 开车把我老伴送去医院 老伴患的是尿结石 在医院动手术 住了一个多星期时间 都是女儿 女婿请假 三天两头往医院跑 帮着我照顾他们父亲 儿子和儿媳妇 直到医院来了一趟 看到有我女儿守在医院 而媳妇就说 既然爸没有什么事 我们就先走了 现在跑车挣钱太难了 要随时守在路上了 老伴住院 女儿女婿不仅天天到医院 守着照顾 他们还帮着付了 三千多块钱的治疗费 我还钱给女儿 她却怎么都不看守 可是儿子和儿媳妇呢 我只看到了 他们提来的一袋香蕉和苹果 居然来了一次 就不打账面了 这真让我寒心不已呀 所以我也打定了主意 没必要对儿子一家付出太多 现在我和老伴身体还过得去 他们都懒得回家 等以后我们年龄大 养老还能指望他们吗 今年又到了过年季 想到每年都是三十晚上过年 孩子们又都不肯留宿 我就和老伴商量 我们今年干脆就改到 腊月二十八中吃年饭 这样在时间上就不会太赶 孩子们在家也能待久一点吧 这天一大早 女儿和女婿带着外孙女 就买来了鱼虾等各种年货 在我家厨房里盲腾开了 女儿拉住我 就往我的围裙兜里 塞了一个红包 难怪别人都说 女儿是父母的小棉袄 这话还真是不假呀 也只有女儿 能够时时想到 我们做父母的 我以为今天儿子 不去他丈母养家过年 总该早点回家帮忙吧 可时间已经到了中午十一点 汤却都还不见影子 这时女儿突然想起 他们回家时因为太过匆忙了 竟然忘记了买饮料 于是我就给儿子打个电话 你和小娟怎么还不回来呢 你姐姐姐夫 都快把饭菜弄好了 还要我们做的等你们吗 儿子说 今天想得要回来团年 休息一天 就想试得懒叫 好了 妈 我们马上动身回来了 我便让儿子记着 回家的路上 顺便带饮料回来 孩子们都喜欢喝呀 中午快十二点钟了 儿子和儿媳小娟带着孩子 一家人终于等了回来 如我所料 我让儿子买瓶饮料 他们两口子 就只买了一瓶 十块钱的花生豆奶回来 不然又是像以往一样 只带着一张嘴 回来吃饭就行了 算了 我还能期望儿子 儿媳突然改姓 也能像他们姐姐一样 给我和老伴封的大红包吗 自然是不可能的 不过吃年饭的时候 大家也都是高高兴兴的 毕竟女婿的手艺很不错 一大桌子的菜色香味俱全 每个人都吃得津津有味 吃过午饭 小孙子就吵着 要去街上买玩具手枪 而媳妇度她说 得爷爷奶奶拜了年 拿红包 你才能买玩具呀 妈妈可没有钱 小孙子便拉住我袖子 朗朗地说道 奶奶过年好 红包拿来 我美好气地望为野儿媳妇 她可真会教孩子呀 只会让孩子来收刮 我们老人家的钱财 他们做儿子媳妇的 怎么不给孩子做做榜样 带头孝敬父母红包呢 我拿出一个红包 在里面塞了二百人钱 就递给了孙子 孙子喜滋滋地拿着红包 就跑去找我外孙女 要一同买玩具去了 给孙子发了红包 我当然也要给外孙女 发红包吧 看到儿子和儿媳妇 就在一旁有意无意地瞅着 我心里一动 就给外孙女 包了一个一千二百元的 大红包 外孙女拿着红包 高兴地蹦了起来 女儿拉住我的手 巧声制止说 妈 你怎么给孩子 包这么大的红包呀 她会搞丢的 我相信 儿子和儿媳妇 在旁边一定看到了这一幕 因为他们的脸色已经情转阴了 我大声说 女儿 那都是你孝敬给爸妈的钱 我给孩子也是应该的 这些年 你和女婿每年都给爸妈大红包 还经常帮在家里做这做哪 爸妈知道你们都孝顺 给孩子一个新年大红包 也是爸妈的一点心意 儿子和儿媳随后告辞的时候 脸色都有些不自在 似羞愧 似内疚 还是生气 我也不知道 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 但我不后悔 自己今天的意气之举 如果发给孩子们的红包 能够引起儿子和儿媳 关于孝心的反省 那正是我希望看到的结果 大家说说 我给外孙女的红包1200 却只给了孙子200人的红包 这样做过分吗 我可以发现了一个小时的红包 我可以发现了一个小时的红包